好 这边来看一下吉亚对阵WPG的第四局上半场 捏捏掏出了使徒 没有带张狂啊 他这把的话 选择的是底牌挽留 并且呢 这边带了幽币 感觉是什么呢 这个使徒的一个任务是保平 然后呢 让吉亚的求生者跟爱丽保平 这么样的话呢 打到真打到第五局 一个8比1的比分也很难翻 这边的话 这只猫应该比较难咬中 这猫也能咬中吗 他低着头的他都没看见这个拉拉队员在哪里啊 博弈 博弈 拼反应 拼反应 一刀 漂亮 五十多秒 完成机的 外面密码机加起来一台半还不到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难打了 因为上一把的四跑是建立在前期逃神六爆了的情况下呀 而这一把的话 这个季导速度 说实话 比较难写剧本了 只能选择卖掉 因为这边过来救你都有可能出现救不下来 就吃个双刀你都承担不起 他们只能就是选择什么呢 相信艾力啊 自己这边努力去保个平 自己这边努力保个平 然后相信艾力能打个多抓 只能这样子了 看一下 一跳 往前 沉默 哭泣小丑 其实在火箭炮焦掉以后 他是非常脆弱的 而且要注意的是这边的移型CD快好了 也就是这边猫咬中 起一刀 后面你真开火箭 猫能咬中吗 咬中了 后面你真开火箭 我移型来弥补 这边他骗 骗 骗不下来 呃 这一波没能够骗下来 但是沉默了以后呢 你技能用不了 拉不开身位 这一刀还是有 打完这一刀以后 猫再放 跳过来 拉近距离 我手里有移型 然后这只猫 可以再顶过来吗 这只猫 有没有机会 猫顶过来 晕到了 漂亮 那这样的话 穷者现在外面只有两个人 而外面的机子差的有点多 怎么的 你得救一波 而这个人能不能救下来 不好说的 因为使徒还可以外面顶 打一刀以后再移型回来 就 火灾调查员他不像是哭泣小丑 他火箭还能带晕你 那个球就算有位移 你也不够用啊 这里话 外面起心机子的小说家来吗 平比较难平了 这个三人开门站有点困难的 这里看 排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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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神的小说家 这边 沉默就可以了 打一刀 这边火灾调查员以来就 直接切船 这么求稳 那小说家回去 还是一起来 一起来 这里的话 跳过来打针对 定住 打一刀 针对刀打中 没人能保 出现的是一个三针四 捏捏虽然说在 第三局的时候被打出了一个四跑 但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状态 那怎么的啊 现在作为WBG 相信爱力 努力跑一个能不能行 50秒以后 下一个传送 主要机子修不完 这机子修不完 猫再顶过来 这只猫范围很大 跳一波 拉近距离 回忆这边的话有加速 没打到 现在核心问题是 20秒传送好了 20秒传送好了 这里的话 小说家这波沉默是怎么吃的呀 这只猫 他 这只猫 这给咬到了 咬到了陶神 我这也给沉默了 这这这好远好远 人挂上看见了 陶神这边 也只能说孤木难知了 如果四抓的话呢 爱力再打一个四抓 然后呢 第五局还需要打一个8比1 才能加赛10比0 WBG翻盘 跳过来 换位 没关系 我这边再跳 到你脸上 你有个飞轮 等你 好 一刀 扭 尽力了 再次追尖吧 不要来 打打打针 我的乱标 打扭 打扭 一切再次连接 吉利和数据 两桶 刀嘗蒜 三桶